这里就是小杰长沙律发大会举办地 王城 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打卡大美王城 来一场不一样的文化纪律吧 为了在线我们唐代时期的盛世繁荣 同观瑶古镇 应运而生 让后代就是我们的华夏子孙 能够了解我们的一个千年手工艺术 我们的一个匠心精神 大家好 我是沐沐 在湖南长沙有一座全英越前年的古镇景区 这里不仅再像了长沙王城区前年前的繁荣景象 更讲古墙文化暴落其中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里 新华联通关瑶古镇 通关是一个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一个文化古镇 因为盛产瓷器 这里曾是东西方交流的重要见证地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呢 我们就是将瓷器出口到东亚 东南亚 东非 北非 二十多国家与地区 1998年的时候呢 在印尼物理洞岛海域呢 天年沉穿黑石号 打捞上来了六万七千多件的一个文物 其中呢有五万六千五百多件 来自于我们长沙窑的陶瓷 我们这个通关瑶古镇 它有什么可以吸引游客来看的很特别的东西 我们整个景区的话呢 它的占地面积是三千亩 建筑面积的话呢是一百一十万平方米 我们会有一个飞行影院 它是如同坐在滑翔伞上面去俯瞰湖南所有的景点 如凤凰古城啊 矮寨大桥啊 南越恒山这些 再者呢就是我们的吃的 我们有美食街 有同关美食街 然后有石珠草市 它的话呢是一店一品 一百多家的门店 全部都是我们湖南的一个小吃 我觉得吃呢 可能是我们湖南人比较喜欢的 再者呢就是玩的方面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么多的一个博物馆 像我们现在所在的呢 就是我们的长沙窑博物馆 它所展示的是我们的一个陶瓷文化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秀珍格博物馆 它展示的是自秀文化 以及小朋友喜欢的我们的机器人博物馆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同关故事 它是百名演员周古装 让我们有个身临其境的穿越质感 就会在线唐代时期 丰富市井生活的一个景象 在这里我还看到了一场 在亥十号服务员模型上表演的精彩特技秀 了解到亥十号载质通关窑此期 洋方圆航的故事 坦待通关窑此期 远向到了29个国家和地区 代表着亥十号和古代韩元 客服艰难相处 去到各个国家 像当地暂时中国文化的同时 也带回来了许多异域传情 成就最早的东西方文明交流 我们按照全方位展示 互相文化的理念 致力把同关窑打造成为 旺城文旅的一张名片 成为世界级度假目的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